上帝目前已经入夜 而看球的球迷们依然很多 今天的解决员还是大家的老朋友 王苏尔人组苏东和我王涛 今天为大家奉上的是一场小组赛的争夺 对准双方分别是中国女组和苏格兰女组 拿下第一场比赛之后 主队今天在自己的主场目标只有一个 拿下连胜 这个任意球的位置 我觉得对球们的威胁是非常大的 而且这个动作对他个人的威胁 应该也是很大的 我觉得说不定会拿牌 裁判是铁面无私 没有因为时间早就手下留情 该出牌就果断出牌 这个黄牌也能让队员们冷静下来 不至于过于激动让比赛失控 队友应该能拿到球 这样的防守表现确实让人放心 杀到了对方半场 门将已经来不及反应了 这球有了 开场不久他们就先把头筹 这对全队的士气是一种巨大的鼓 他们现在可以更从容地 去将赛前的布置展现出来 比方现在变成了1比0 这个球应该能找到队友 进区内产球要小心啊 双妹子往上拿球 这是一个角球 看看怎么打 直接开到了禁区里 这次结尾没有完全能够解除危险 这次进攻只能无功而返了 布朗 拉纳 克兰兰 这波传球啊很有水平啊 结果啊就是没有结果 来看一下他们这次进攻 视野很开阔 横传传到后点 在这样的距离上 他们也无法打破对方门间的实质关 这绝对是让人绝望的防守啊 他今天站在门前就像是一堵墙里在那儿 你看到他就会有一种根本没有进球可能的感觉 前场抢断很成功 看看接下来怎么处理 对手拿到了球 王双 上门 门将立功了 球开到了禁区中间 防守队员试图解围 可是没有成功 球还在危险区域内 射门了 不错的防守在禁区边缘挡住了打门 这很不应该啊 都没人盯防怎么还能带出界呢 想找前面的队友 这个传中没有成功 被防守队员挡住了 进了就是平局了 他没有抓住这次机会 脸上写满了遗憾 如果进了就能帮助球队办平比分 不过足球比赛他没有如果呀 传给了王珊珊 王说 好的 这球又有了 双方的分差现在是两个球了 打门位置实在是太近了 门将也确实没有办法 优势扩大 比分变成了2比0 他就是对手的进攻终结者 直接打门了 球打中了横梁 但还在场内 不等球落地直接打门 门将的注意力非常集中 没什么问题 这脚打门的水平啊 有点低啊 难道是门将给的压力太大了吗 有可能反击机会来了 就被破坏了 他们的反击到此为止啊 眼花缭乱的技术 看看他们如何组织这次进攻 展球很成功 这个动作有点大了啊 这次阐段非常危险 他们又拿回了球权 获得一次接外球 刚才那个犯规没那么简单啊 现在裁判是不给他一张黄牌 摇尾 往双 机会出现了 球进了 他们现在手握三球领先优势 进球都回放来了 我们再来欣赏一下 他是如何突破对方的防线 机会出来了 但是同时也要面对防守队员 给他们的压力 这次他们应对的非常出色 把球打进了 看看比分 上半场一边倒了 拉纳 克兰兰 老家慧 球在拼抢中滚出了边线 老家慧 往双 双妹子 往双拿球 门家没有让球 轻松入网 布朗 布朗 给脚直c 退友心领神会 门家没有让球越过门线 咱们结束了上半场的比赛 今天这个比分真的非常悬殊 中场休息结束 苏格兰女族开球 下半场比赛开始 在耐心地传球 摆在他们面前的是一个反击的机会 进区内的抢断 危险解除了 漂亮的跳传 这个球很有威胁 对门将来说这很轻松啊 往双 好机会 球进了 领先优势 扩大到了四个球 看下回发 谁让的反击战 可是他们的拿手好戏啊 然后打门这一下 面对门将 直接选择了推射 角度拿捏得非常到位 双方的差距 已经拉大到了四个球 比分4比0 克莱尔 艾布斯利 球被防止队员铲断了 好机会啊 又是一个进球 对方的防线 完全被他们打成了筛子 一个人带着球 过五关 斩六将 哎呀 佩服佩服 这就是他单兵作战能力的完美体现了 分差拉大到了五个球 目前比分5比0 不错 把球抢到手了 这次抢断有犯规嫌疑啊 但是主题们认为 现在是进攻有力 球被碰出了底线 脚球 趁着比赛中断 主打扮给他补上了一张黄牌 看样子 教练员要调整他场上球员了 脚球开出来 是往前点给的 目前比赛还剩下半个小时 直接打远射 击中衡量了 他还没出界 双妹子 往上拿球 转给了张瑞 起脚打门了 打的是不错 但是门家还是很轻松地扑到了球 这个球打在门框上都发出了响声啊 但这声音落在双方队员的耳朵里 却是截然不同的感受 布朗 弗马斯 这是个机会 幸好有门将在啊 球又被门将打下了 王双 王双一脚精准地传递 队友已经接到球了 非常好的机会 又进了 一次完美的表演 成功上演帽子戏法 再来看一下他们这次经典的反击战 拿到球之后 整个右手转弓的过程非常流畅 最后来了一脚精彩的推射 球在空中滑出一道美妙的弧线 直飞往窝 分差已经变成了6比0 真是摆脱的干脆利落 迅速铲球破坏掉对方在禁区内的进攻 下半场过去了25分钟 比赛时间只剩下20分钟了 王双双 有机会 不可思议啊 只有这样的进球才符合神仙球的标准 确实只有神仙才能打进这样的进球啊 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一个绝妙的彩虹过人 让防守队员无所适从 随着而来的射门彻底击垮了防守队员的信心 太精彩了 球权被对手拿到 单刀球的机会 防守队员抢先出脚将球破坏掉 这样他们门前的警报也解除了 对方被他们逼得是手忙脚乱啊 又要面临下一波攻势了 这是一脚石破天惊的远射啊 我真有点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啊王双 没错啊 不过我有预感啊 我们在本赛季 还有很多次看到类似射门的机会啊 谁能想到他会在这个距离起脚打门呢 没错 确实是值得32个赞的一个进球 绝对的世界波 这球不是世界波 也得是宇宙波了啊 球权一主漏 球是他们的了 布朗 一脚漂亮的直c 这是个好机会 男将的预判非常准确 拦截了这个穿越球 双方拼抢时把球碰出了边线 看起来主教练在调整战术啊 我看即将是要派上一名替补了 艾琳卡斯波特 绝佳机会啊 破坏了对方的射门机会 解除了球门前面临的危机 他们能抓住这次反击的机会吗 双妹子往上拿球 把球传到了禁区 只不过门将啊 轻轻松松啊 拿到了球 赏心悦目的表演 这次抢断尝试失败了 球丢了 现在到对手脚下了 球出界了 这是个界外球 掌边已经在准备换人了 往双 上抢效果还可以 对方的脚下球拿不住了 起脚射门 这脚射门啊 过不了门将的尸指关 被门将直接拿到 王珊珊 王主队员把皮球解围出了危险区 双妹子往上拿球 绝强的机会啊 又一个 他们今天彻底打疯了 这进球完全停不下来啊 再看一次这个进球 在正确的时间 出现在正确的地点 这就是他进球的秘诀 分叉太大了 全场比赛结束 放上来 对方的最后 都能接受到 是这样的